圣诞节的特辑 大家好 今天来跟各位分享圣诞节的特辑 然后拿来制作小物 送人家当圣诞礼物 其实是超nice的 那这一个就是 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个主轴的配件 它这个叫弹片口巾 那为什么叫弹片口巾 因为它圆形就是这样子 再加上一个 一个那个小的轴心 好那我能让各位知道一下 我们今天这弹片口径的尺寸 这一个弹片口径 它的整体是10公分 10公分大家可以透过镜头看到 10公分的弹片口径 那我们要来完成今天这个作品 那它这个弹片口径会有两个零件 大家要特别去注意它 到时候什么使用 我后续会教到这个使用的功能 好那今天要做这个弹片口径 我们要使用的板很简单 就是一个盘子 那我来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盘子的长度 这个盘子直径是18公分 直径18公分 那各位也可以依照自己喜欢 因为后续做出来之后 你们就可以看得到 自己喜欢的是什么 那你可大可小再来做调整 好那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 一样是A4的子来做发想 A4的子放上来 好我们就画一个圆 直接在盘 用这18公分 你也可以用圆规划18公分 画一个圆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这弹片口径是要10公分 所以呢我们的制作方法是什么 就是我们先取出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 我们这是18公分 所以我们取出它的正中央是9公分 好取出它的正中心是9公分 然后它的这个也是9公分 以这个为来为准的话 正中央也是9公分 好那这样子各位就很明白 就看到这个是主体 好主体的9公分 我们也可以左右对 这个是10公分 整个是10公分 所以呢 我们延伸出它的正中央的这个10公分来 好各位觉得我画的还蛮奇怪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我们怎么去去制作它 好这个是圆心 这是圆心 好那圆心呢 这个地方是5公分 这个地方也是5公分 好各位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那这下方的地方呢 我们一样要取5公分出来 上方一样取5公分 好那各位就可以很明白 看到这就是一个正方形 中心是一个正方形 好这个 10公分嘛 这个地方也是10公分 OK 尺寸看出来了 然后这个大长直径 是18公分 大这个圆的直径是18公分 那我们等一下要来制作的地方 就蛮好玩的了 这是我们预计的上端的位置 那上端的位置呢 我实际上我只是希望说它会有个轨道 能够放入这一个 那这个弹片口径就有意思了 但是你要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去计算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要1公分的缝分 这个位置 要1公分的缝分 好缝分 然后呢 再加上这弹片口径 它大概在1.5公分 它在1.5公分 所以呢 口径 口径用布 或是1.5公分乘以2 所以它这边等于3公分 所以呢 1加3等于4 那我们再留个0.5公分 再加0.5公分的一个弹性空间 所以这边是4.5公分 所以以这边上量4.5公分 所以它会超过这个圆哦 高度会超过这个圆 好 就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 呃 在画表的时候 我们在画整体制作的时候 我们所会用到的一个差异点 所以现在是这样子 OK 好 那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今天所会用到的版型在哪里 好 我们今天会用到的版型在这里哦 好 是不是很特别又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形状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用到的版型 好 那我们要把版型剪下来 我们完成了今天要 今天的版型 要来制作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圣诞节特辑的小物 那希望各位一起来玩吧 好 那我们呢 画完版型了 我们接下来跟各位介绍材料 那我们需要用到材料 一个是表布 一个是礼布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弹片口径 那弹片口径 我刚刚有提到我们弹片口径其实是 两个部位所组合而成 那一个就是主轴 一个就是一个轴心的心管 那这心管会塞到这个位置 到时候等一下再跟各位介绍 那这个呢 弹片口径的用法 我稍微给各位看一下 它就是这样子可以撑开 当然我现在那个这个地方没有脚 不太敢用力 它就是这样撑开 合起来 对不对 这就是弹片口径好玩的地方 那它这个其实密闭度很OK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 在使用过程中 你的硬币会掉出来 没有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制作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因为我们就是有两片 好 那我们的制作方法就是 我们先在这上面画上版型 好 这种画法呢 因为我们总共会有正反面 所以我现在就是先画在单面上 那我们 你可以因为这个作品 它并没有正反面的问题 所以我就没有特别的去 调整它的图案的方向 所以我可以正反 那如果说当您有那个正反面的问题的时候 就是有图案方向性的问题的时候 就请各位一定要去遵守 那个方向性 才可以减少我们的问题产生 好 那我已经画完 利用这个版型 画完了正反两面了 那我们现在制作方式就是说 这是我们的里布 好 这是我们的里布 然后我们就是把我们的里布的正反面 跟我们的表布正反面是重叠的 然后我们要沿着这个主体外形 车缝一圈 那车缝的时候呢 当然我们的反口要留在这种平面的地方 反口留在这平面的地方 好 那我们来车缝 好 好 好 另外这边也要车缝 好 那我们已经车缝完成之后啊 我们就利用我们的锯磁碱 把这些缝分都剪下来 那用锯磁碱的好处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缝合过程中 那个牙口都要剪 那如果用锯磁碱的话 其实我们的牙口就不用再做二次修剪 所以其实还蛮轻松的 好 当我们已经剪完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把它由反口的地方翻回正面 好 翻回正面了对不对 那我们建议啊 使用电熨斗把它熨烫一下 因为可以透过熨烫的话 它的平整度会比较高 然后我们等一下做的时候 做整个整体造型的时候 会比较轻松又愉快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反口这个地方也稍微把它拉直 然后透过熨烫 我们等一下在直接收尾的时候 速度会变快 透过这样的车缝方式 我们已经完成了两片 两片的主体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版型 所完成的一个两片主体 那我们现在要把两片主体 做几个小小的计划 那第一个计划呢 我们需要用到的是 我们要来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层次 那我们要做这个层次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个地方我们量过就是10公分 所以呢我们要的制作方法就是说 将这10公分 这个地方下延伸10公分 好可以看到 各位都可以看得到 清在画 下延伸10公分 这个地方也下延伸10公分 好那这个地方呢 因为从这里下来是10公分 我们先测量一下 然后做个记号 好那我们就是这个地方 也要10公分 OK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位置 那我们先把这个位置测缝起来 好当我们制作 当我们测缝完成这样子之后啊 开始来玩游戏了 我们要将两边折下来 好然后先用夹子固定 这边也是折下来 好用夹子固定 那上面这个地方呢 因为会有个小皱褶 所以要把它调整好 然后一样是夹 然后这边也一样有小皱褶 好一样是夹 好那夹下来 夹上来之后啊 我们再来就是要处理上口 要调好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这样 把它直接折下来 折下来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先夹起来 反过来也一样哦 这样子 那我们夹起来的位置就长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要做车缝动作 怎么车缝 第一个我们先把上开口的地方先车缝 所以呢 我们要先车缝上开口的地方 好把它撑开 这个地方 我们要车缝 这个位置 好我们已经把上开口的地方撤掉了 那撤完这个位置之后 我们要开始来做变化了哦 那这变化呢 我们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把上下这个往下折 上下这里往下折 然后呢 我们稍微夹一下 好 折好 夹一下 等一下我们车缝的时候一起把它车缝掉 然后夹的时候把它夹平整 那这个地方一样哦 是翻折 可是它有个点就是说 你要翻折的是上下两层 不要翻折 这边翻折 然后这边也要翻折 好 然后就做一个夹 这边要翻折 这另一层也要翻折 好 夹 然后呢 我们的车缝点就是从这边车缝 但是只会单压一个小小的位置 好 那我们来车缝 透过这样的车缝方式啊 我们车缝部分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组合这个 那个口巾夹 那这个口巾夹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弹片套过去 这弹片口巾夹哈 就是弹片套进去 这是单项 那另外这一项也是要套进去 但是这弹片是可以弯曲的 所以各位不用紧张 可以把它做一个弯曲动作 或者是说你可以同时就这样子套进去 做一个弹片口巾的一个置入 好 那就是让它进去 放进去 好 各位可以看得到那个口巾 已经完全进入这个上开口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我先把它挤下来 好 这个地方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个它的处理方式 它这边其实就是有个卡榫 直接这样子放进去 压进去 压进去之后我们刚才有提到 它有一个小零件 这个小零件就是从 它这边有个上开口 从这个上开口放进去 放进去 把它完全的放平整 它会完全的进去 像各位可以比一下 它的长度是一样长的 所以呢 如果你只要把你的口巾夹有放平整 基本上这个弹片一定是放得进去的 然后放进去之后啊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剪刀 稍微把它压进去 然后这边上面有个小开口 这边有个小开口 透过这小开口把它翻折下来 那翻折的时候 相亲就会很习惯用剪刀 把它反压 好 反压到一个完整的 这一个弹片口巾就安置完成 然后可以打开 把它调整好 调整到你看不到那个口巾的位置 因为它的长度我们都量过了 所以它是够的 然后能够透过这种 很快速的一个折布的方式 折布的技巧 我们就能够快速完成这个作品 那制作一个这样的作品 其实也不太难 但是它的收纳效果是超级好的 有时候你需要放置什么 像你要做装圣诞小礼物啊 或者是说 相亲有时候会把使用无患子珠 所串出来的手链 平常没有用的时候就放进去 就这样子收纳着 也很方便 然后能够透过折布 将一个布料的正反 做一个不同的造型 那使用的版型就是这样子简单 那你可以依照 跟各位分享这种方式 下去衡量 然后去画出来它的一个制作方法 其实不难 而且制作起来又还蛮好玩的 然后就算你是新手 一样可以透过折布跟车缝的方式 快速的将这个作品完成 完成这样作品的时候 其实你会很有成就感 因为它就是简单快速 然后就算你不烫衬 它也是一个很挺的作品 然后打开使用收纳都很方便 包括说你要放耳机啊 或者是说你要收纳 你外出要使用的小物品啊 都是很方便 就算是零钱也不容易掉出来 今天亲跟各位分享的作品就到此结束 欢迎对亲频道有兴趣的朋友 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更重要的是记得回来一起玩手作哦 拜拜 拜拜